為了要執行這防疫勤務 事實上第一線的警察同仁 也是相當辛勞 那麼為此警政署也特別設立了 獎勵金要來衛免基層 想說在高雄市 卻有一名派出所的主管 他是因為疏失 結果導致40名的員警 沒有領到這筆津貼 幸好他是及時發現錯誤來補證 也不影響到員警權益 唯一規定發表有違反 3637 而依照70條要裁罰嗎 有啊 因為他是一個概括式的規定 遠景機查民眾未戴口罩 遇上對方硬拗 菜市場出入口管制 碰上下雨也是得站崗 防疫期間工作量增加 警政署為了鼓勵基層士氣 特別設立防疫勤務津貼 我們的特種勤務 還有重大集會的安全維護勤務 那當然最近警察同仁 執行的很辛苦的這個防疫工作 也納在我們重大勤務獎勵金的項目 沒想到一新路派出所理信所長 把承報資料的時間弄錯 導致前鎮分局40名警察 沒領到這筆津貼 申報的這個期限上面 可能有一些誤解 所以說我們這一次 一新路派出所在 在承報的這個期限上面 有一些落差 這筆獎勵金平均每個人2000到3000元 進去發現錯誤之後即時補證 遠景的辛勞也獲得實質上的鼓勵 記者葉洪榮高雄報導